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竞快评》节目,我是明镜 今天来和大家讲一下俄国战机不小心炸了一本国城市 来上伏吹碰普京,虽然俄罗斯技术转让 黑龙江就份消极赶罚款1.78亿 十年内美军机下人或称霸海陆空 20日晚间,一架俄国战机轰炸了本国的边境城市 别以哥罗德市,这个城市靠近乌克兰 炸弹落在来始终深远的两条道路交叉口 旁边是住宅,造成三人受伤 影片显示,一架架的汽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 一个物体突然落在附近,没有立即发生爆炸 大约18秒后,弹药引爆,炸毁了一段道路 一架经过的汽车,并且将一架停在路边的汽车 抛向空中,然后落在超市屋顶上 爆炸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自动的公寓受损 一栋建筑物的外墙完全被炸开,窗户破碎 电线杆倒塌,街道上混淆土成堆 几架的汽车被炸毁 别以哥罗德州的州长,格拉特科夫 连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趁一条主要街道上 炸出了一个直径为40米的弹坑 万幸的是没有人死亡,当局已下令疏散一栋 受损的九层楼公寓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莫斯科国防部承认 一架苏佛伊34超音速战斗轰炸机 在飞越别以哥罗德市时,航空弹药以外聚落 前澳洲空军军官比德莱顿认为 今次的事件很奇怪,有几个原因 首先,在紧急情况下,飞机上的弹药通常会以安全模式释放 因此不会引爆,除非炸弹的爆炸装置对冲击非常敏感 其次,飞行员通常都会在无人烟的地方投集炸弹 而今次炸弹击落的地方是城镇中心,而不是在农村 可以说是准确投放 第三,当飞机失去飞行动力的时候 一般来说,飞行员会扔走所有的弹药 而不是说只是扔一粒 当然都可能飞行员扔掉所有的弹药,但只有一个爆炸 别以哥罗德位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北部 自从去年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 那里已经发生过几次的爆炸和轰炸事件 但之前的轰炸目标都是燃料和弹药库 虽然乌克兰方面从来都没有公开承认过 但外界普遍都认为是乌军所为 今次事件不太似是误诈,因为不是落在郊区 而是非常准确地落在市中心 人口纠密的城市一向都不是乌军攻击的目标 如果不是乌军做的,那又可以是谁做的呢? 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不能排除俄罗斯飞行员起义的可能性 目前俄乌战士已持续一年零两个月,双方伤亡惨重 西方对乌克兰持续提供军事支持,而俄罗斯军队的人员和物资陷入困境 俄军士兵普遍出现厌战情绪 陈破空分析,有可能是俄罗斯的飞行员愤怒了 所以干脆就倒戈一击,炸毁俄罗斯的城市 起义反叛,由轰炸的场面和规模来看,极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中国国防部长李信福日前访问俄罗斯,引发外界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自身的军攻技术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由飞机发动机到核潜艇,俄罗斯在很多方面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 中共对这些技术随然已久,俄罗斯心恨战争来只要为李信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李信福16号抵达莫斯科之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罕见地高规格折见了他 普京高度称赞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李信福就表示 中俄关系胜过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 在大陆网易的一段影片当中,李信福称赞普京 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段谈话未出现在中共官媒的相关报道中 色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好像李信福所说的任何话 都是由习近平定的调,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敢改 包括以前栗战书和普京讲过的策认,好像策认这个词 本身就是出于习近平的口,中共官员绝对是习的一个传声筒 普京已经被国际法庭传唤,成为了一个国际战犯 你去歌颂他为人类做的贡献,为和平做贡献 这个暴露了共产党和他是蛇鼠一窝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师表示 李信福对普京讲出一些鲜美的说话,表示中共对俄罗斯有所求 中共想趁火打劫,由俄罗斯得到更多的高科技 尤其是中共发展面临颈状的地方 例如先进战机的发动机,Soul-35、Soul-57这些战机、导弹等等 沈明师认为,对中共来说,制造更先进的战机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 另外中共军舰有很多大型的发动机或武器系统 都是模仿俄罗斯的,中共可以合作的只剩下俄罗斯了 中俄两国现在是抱团取暖 总观是这样,双方都并不是完全信任 各自都保留了一手,中共买了Soul-35 但俄罗斯在卖Soul-35的时候,将一些重要的发动机、重要系统 用电网将它封死,中共就无法透过逆向操作的方式去模仿了 中共不满意俄罗斯整天都留一手,而俄罗斯对中共仿造 盗舍都一直心怀不满 根据CSIS的一份报告,在过去20年中,至少有17宗 中国间谍和黑客蝕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案例 中共还经常违反和俄罗斯武器供应商的协议 对俄罗斯设备以逆向工程的方式,生产自己的设备 中共复制了俄罗斯Soul-27战斗机来开发它的浅11战斗机 并且对Soul-38SAM系统进行逆向操作,生产出了红旗9中远程防空导弹 黑龙江省因为农民露天焚烧隔岗,对各级相关单位开出1.78亿的天价罚单 分析认为,这个都反映了地方政府财政紧张 据3月3日的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新闻发布会通报 去年的11月1日至12月15日,全省发现隔岗露天焚烧点共594处,行政拘留185人 罚款1.78亿,594处的起火点,平均1处罚款30万 这个消息引发了网络炸窝,有些网友说,隔岗在地中开出拉不出去 影响来年耕种,在地中引起病虫害,小时候到处烧隔岗稻草,但天是蓝的,水是清的 请专家解释一下,面对舆论质疑,4月19日黑龙江省官方回应声称 1.782亿是直接拨购地方财政资金,和焚烧隔岗的农民本人无关 经道大学农学博士王先生和记者说,由农业上来说,草木灰里面含有甲,所以它对土地的改良作为一种肥料是有作用的 至于说它污染环境,如果是小敏绩这样分散烧,根本都不会污染到环境 真正污染环境的是化工厂那些有害的东西 而隔岗都是天然的,怎样烧它都只会增加土地肥料的含量,实际上是无害的 例如说日本,土地就是你自己的土地,你烧隔岗没人理 烧完之后土地变肥了,但由农母这方面来看是好的,只要不酿成火灾就没问题 这个是由农实的观点来说,我就觉得中共发神经,政府很无能 近年来,黑龙肝的伏没收入肯定成倍增长 一位大陆作家表示,这个说明现在各级政府财政都非常困难 是经济非常不好的结果,三年疫情,外资离开,很多企业关门,税务下降,政府当然就没钱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过到去到热兵器时代 由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目前正在向着智能化战争过渡 3月3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米利,在接受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米利的心里,未来的战争是怎样的呢? 他描述说,大批机械人在陆海空巡视,他们完全自主,可以参加各种战争 追逐同样是机械人的敌人,相互开火,整场战争都是由机械人来打 操纵他们的人类,只是远远地在后方监督战情 机械人为争夺地球控制权而开战的场景,如果出现在科幻小说或电影的大人幕上并不出奇 但出现在美军最高级别官员计划当中,无疑会令很多人难以接受 然而米利认为,在未来十年内,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军队,他们的主力将将会是机械人战士 哪个国家能够协调一致,最早完成机械人和AI部署,哪个国家将会主导未来的战争 中共正在部署自家开发的机械人,美国都不得不进行准备,以应对中共的威胁 五角大楼正在测试新型空中,地面,随下无人驾驶工具 美国国防部希望国会能够撥款来资助AI项目,只是明年一年就需要创纪录的18亿美元 不过,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战争途径的深切忧虑 人们质疑,随着AI的快速发展,有一天它会否反过来控制人类? 伊隆·马斯克也发出警告,他认为AI对未来人类的威胁可能已经超过核武器了 一旦AI武器化,那条底线就会被跨越了,人类可能再也无法控制AI的发展 从而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结局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在做,天在看,上天将会为人类做怎样的安排呢? 就让我们静静地等待上天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揭开迷底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经历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